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代表主办方和主办城市 欢迎大家 大家都非常辛苦 做了很多的准备的工作来筹备这个会议 所以欢迎大家 我们感受到了2023RGF对大家热情的欢迎 涉及到地球表面这么多的活动 我们需要成为经济韧性建设的一个催化剂 我觉得我们的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会讲到 我们会进行非常好的讨论 而且用创新的方式互相连接 探讨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 尤其是用团结和合作的方式来寻找 我想这就是我们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开讲白 我们也非常高兴在大厅宣布 这次会议的开始 那么我是这个尼巴尔电视台高级新闻编辑主持人 他把我非常荣幸能够担任 这个这次会议也是我们第一次嘉宾讨论的 这个在大厅举行的这个嘉宾研讨会的主持人 我非常高兴我们有来自170国家 这个8000多个议会者参加我们这次会议 他充分展示了我们日程内容的重要性 以及我们讨论主题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我非常荣幸强调一下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这个高级的论坛 我们当然提供这个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提供同传 如果你们需要这个服务的话 那么放在你们的座椅上有同传的耳机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IGF2023第一次高级的嘉宾讨论 这个背景介绍 那么在这个数字数码时代呢 我们发现数据可以说呢 已经是这个全球经济的生命线 以及社会的生命线 尤其是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 比如说人工智能啊 这个物联网啊 还有这个这些blockchain这些技术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数据这个的数量和速度在局局的上升 但是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增长的潜力 但是也有很大的挑战和风险 随之而来的这些挑战和风险 我们需要尽快来面对 来这个立相关奉战地打造一种协力 来迎接这些挑战 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要重复了解这些因素 那么所以呢2013IGF 我们这个嘉宾讨论 就是讲到这个可信的数据自由流通 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 无论是技术啊商务啊这个技术啊 都涉及到这个自由的流通 我们在促进在不同的地方 数据这个自由的流通 而且应该是可信的流通 我们这场会议呢 就是呢给大家更好地了解 更好地了解DFT 它的重要意义以及它的影响 尤其是这个应用涉及到的各个领域 所以呢我非常高兴啊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首先是这个日本数据化转型大臣何也太郎先生 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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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微软的首席数字安全官 第三位是联邦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 父母助长李军华先生 最后一位 是人工智能研究战略主管地方发展研究机构 所以欢迎各位尊敬的嘉宾 那么这次讨论的主题 我首先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给我们的嘉宾 首先第一个问题 问一下日本数字化转移大臣何叶太郎先生 想一见的是 那么跨国界自由流动非常重要 对各国来说 当然各地方在国家安全和隐私保护 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那么主要是主要的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缺乏印象 我想问一下 就是有关数据自由流通 这个非常分散的一种情况 怎么样来通过提高性来来解决这个问题 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京都 我们的经济呢 已经成为这个数据驱动的经济 比如说 人工智能 这些新的技术 你需要这个提供很多的数据来训练他们 所以呢 可以说数据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的生命线 如果你看一下数据或者数据治理方面 全球的情况 它是非常分散的 大家都同意呢 数据需要在全球没有任何干扰或者是延误的情况下 来进行自由的流通 不能进行制约 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 因为大家对隐私还有安全也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呢 涉及着不同的意识形态 我的意思是 通过互相的沟通 来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 但是 获得一致的意见 是很难的 所以呢 DFFT需要 来 主要点放在相互 尤其是跟数据相关的监管方面进行相互可操作性方面的沟通 而且呢 需要讨论 可靠性和精确度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错误信息和误导信息的出现 所以数据的可靠性和精确性非常重要 第三点 我们需要应对 就是信息发布方的原始性 也就是说是否这个数据已经被篡改了 为了解决隐私保护安全或者数据的可信赖的问题 我们需要解决短板的问题 所以呢 DFTT 就是让决策人 研究人员和私立部门来进行合作 通过技术的讨论 我们有很多讲到数据的论坛 但是呢 更多是一种临时起义 更分部门的一种讨论 所以呢 我们需要搞一个国际的这种机构的安排 打造一种永久化的讨论数据的一种机制和论坛 不光是针对这个决策者 也是针对私立部门和研究部门来打造一种势头来讨论这个数据 不光涉及到政策的问题 也涉及到技术的问题 需要通过技术 使数据变得信赖 可靠 使得数据跨国界的自由流通 所以呢 我们需要打造这样一种势头和空间 来讨论和落地具体的项目 确保数据能够可信赖的跨国界流通 这也是DFTT的宗旨 所以在七国集团和G20国家中呢 我们已经同意成立一种国际合作的机制 来讨论跨国界数据的问题 当然也不光只是在G7和G20国家 应该把所有的国家来这个加入进来进行讨论 而且需要落地一些具体的项目 确保这个数据自由的流通 即使我们无法这个数据的流通的规制 达成一致的意见 谢谢你 你听起来非常的乐观 也就是说是可以补上这些短板 和这个通过合作的方式 机构的这种合作 来这个补上这个短板 我想问一下这个副部长李军华先生 那么这方面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谢谢主持女士早上好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 在京都一起跟大家开这个会啊 我想特别强调 特别感谢日本政府 也完全同意这个 刚才部长先生讲的DFFT的概念 我完全同意 这是G7提出G20进行了讨论的概念 我想跟着部长先生接着说 我觉得今天啊 我觉得进步要利用这样的场合 进步推动这个概念 而且呢某个时候 能够达成共识 但是怎么做呢 我觉得我想补充一下 您刚才讲到这个信任 对联合国来说 信任就意味着合作伙伴 就意味着广泛的参与 大家也可能注意到 在联合国总部 这个三周以前 开了一关这个SDG的 科学发展的峰会 为什么要开这个会 因为我们这个前途 确实充满了挑战 SDG2015年退出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 现在呢这个 严重的偏离了 也就是说只有三分之一 达到再顺利的进行 所以怎么样来实现 2030 SDG数据 数码方面的目标 就是我们最好的工具 那我们要想要推动 这个DFFT的话 就需要让绝大多数的 联合国的成员来参与 不管是内容 还是说它的益处 以及监管等等 都要参与进来 而且不仅仅只是政府部门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让公众 所有的利益 可能取得新的动力 回应一下 回应一下刚才我们两位嘉宾 提到的观点 尤其是参与的这个问题 说到DFFT 它能够带来 数据流通的信赖性 这样就能够让更多的人 能够参与进来 不会让一个人落下 但要回答您的问题 我还想要花一点时间 来回顾一下 非盟的政策 数据政策框架 提出的推荐 这是去年通过的 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 这样的一种方法 来实现跨国的数据流通 打造相应的政策框架 我们要把人 放在这样的数据的 生态系统当中 这样的让政策制定者 在这个基础上 来制定政策 这要考虑到 我们现在发展的 不平衡的状况 包括经济和人的 发展的不平衡 要真正要打造 这样的新人呢 我们就要超越 我们这个概念 所打造的 这样的一个乌托邦 而至少要考虑 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数据的分类 我们到底想要 什么样的数据 实现跨国的流通 是个人的数据 还是非个人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的 它跨国流通的目的 又是什么 那它的益处 又如何实现 第二 这个流动 是不是是单向的 因为我觉得 数据的流通 真正要带来信赖的话 那它应该是 双向流动的 这也能够 打造一个 互利共赢的结果 不仅仅是数据的 接收方 发出方也是如此 都要从中受益 第三 数据的质量本身 刚才我们有嘉宾提到 我们需要高质量的数据 可以用于不同的部门 已经有一些机制了 我们看到 包括开放的政府 以及开放的 就是政府跟私人部门的 这样的关系 我们有高质量的数据 开始流动了以后 我们就能够提升信任 提高代表性 同时呢 也不会有那种歧视性的做法 因为可能有 不同的人群 它的代表性可能不同 非常感谢 非常全面 非常有价值的发言 下一位发言嘉宾 大家好 微软强烈支持 跨局数据自由流通 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通 我想要感谢 日本引领这一倡议的发展 之前安倍首相 他在G20的这个声明当中 讲到了跨国的这个数据信息 和想法以及知识的流通 能够提高生产力 创新以及可持续的发展 但是我们如何来理解 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们首先呢 就要理解什么是信任 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公民 所有的数据的使用者 都必须要坚信 我们这些是数据流通是安全的 那我们就要在工作中 要把这个隐私安全 透明 放在核心的位置上 我们需要能够保护好试掩 让所有的参与者都知道 他们的信息是得到保护的 还要一些机制 来传输信息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已经讲得很好了 我们一切要以人为本 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 从中受益获得机会 我们需要清晰的一些规则 让政府去监管政府 获取数据 实现这样的目的 往前发展 最终我们知道 信息是需要以一种 多立先官方的这样的参与方式 是来实现 让所有感兴趣的人都能够参与进来 他们的兴趣也能够得到尊重 因为最终我们的这种机制 就是要让这种多立先官方都参与进来 来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框架往前推进 我们要把信任放在中心 这样使用者就知道 他们的信任是会得到尊重的 他们也知道在这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价值 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才能够实现这一点 但我们必须要在这要提出来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呢 就是未来数据如何促进安全隐私 我们也要讨论一下 这在实操当中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促进环境的持续性 这样来真正去考虑 全球的紧迫的 为一生健康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我们都可以再进行讨论 包括公平的经济机会等等 讲得非常好 讲到了我们现在面临的 很多共同的一些挑战 尽管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 达到共同的目标 但是还有很多挑战的 但路上其实还有很多的路障的 要实现我们的目标的话 有这么多的障碍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不平等 利益相关方国家之间都有不平等 持发目标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要减少不平等 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 这在我们的第十条 持发目标当中就提出来了 数据自由流通 对于发展来讲越来越重要了 尤其有鉴于 它现在数据是我们经济的命脉 我们现在都需要大量的数据 来支持经济的发展 但发展中国家 它的人口少一点 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呢 它可能在这方面 就处于天然的劣势 那负责任的跨距数据流通 如何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下面请Courtney女士先发言 分享您的见解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们所有的嘉宾 包括刚才部长也都提到了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都是经济呢 机会都是由数据来驱动的 那要减少不平等的话 我们就认真的来讨论 未来的机会和增长都在哪 世界经济发展论坛里面讲到呢 2020年里面的有一个数据 就是说差不多有一半的 这样的跨界数据的跨国的这些贸易呢 都是由数据联通来实现的 我们就要真正的让数据能够自由流通起来 才能够真正的去开启这些经济的机会 我们再看看现在的情况 它数据还是在流动的 但它很多是单向的流动 而且没有在全球 就达到水涨船高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那我们知道创新 它是真正能够被DFFT能够来驱动的 这样的才能给所有的人 带来经济机会 实现全球的这样的 就是平等的机会的获取 我们就要考虑这样的机会 在讨论到不平等的话 我们还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 以及公共卫生 我们当然可以就此展开更多的讨论 但创新之母 它其实应该是来自新冠的这个期间 大家都理解到了数据 它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 开启不仅仅是经济的创新 还能够促进公卫的发展 带来更多的机会 我们看到前秋公卫方面 还有很多的不平等 让很多人落下了 那我们又如何通过这样的数据的流通 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在这方面 其实可以进行一些具体的讨论的 数据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些百姓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那它作为 未来经济增长和未来的机会 又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现在好像觉得这很遥远 但是我们应该要让它能够更加的可实现 文诺库女士您可以再接着讲吗 非常感谢 我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不平等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真正的要去考虑就是 它是对大家来讲 有哪些是让它能够就加速了这种不平等的产生 数据呢是从一个地方 它跨国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是谁在进行处理 它理不理解 它的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些 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和背景 要减少这样的不平衡 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 我们现在 在整个过程当中 在处理的过程中 大家要去理解数据 产生的时候的 这些细微的差别 背景要知道 第二个 问题呢就是 现在的这种数据稀有的 这样的一种概念 作为一个AI的研究员呢 我们要代表人来做一些决定 但问题呢就是 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些数据 还是说 我们是真正要去 批判性的去 审视这些数据 来做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果说我们只是用一些 相关的一些数据的话 那可能这个 它的这个量 就不是很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 我们具体需要 什么样的一些数据 来支持决定 的制定 想要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语言的数据 有一些研究的很少的 这样的语言 我们是希望把它加进来的 加入我们的研究当中的 但问题就是 如果说 你没有说去参与 数据的处理的话 那可能就有一些 比如说错误翻译的 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是整个 大的背景不理解 产生的一些错误 所以说在讨论 这个数据流通的时候呢 我觉得 就是还要看 它最终的数据的使用 它有可能会 加大不平等 所以说呢 我们是不是在 处理的当中呢 能够提高这些数据的 这个代表性 可能是不是能够 起到一些作用 下面要再请 李傅秘书长发言 最后呢 再请其他的嘉宾发言 我们现在要看 SDG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我们就需要去监测 数据方面的这样的进展 当然还需要去进行监测 就是我们的互动都怎么样了 那在这方面 它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 实现SDG呢 是不是也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的去监测 环境以及生态系统 方面的合作 简单的回答来讲呢 就是它会带来非常积极的效应 因为跨距的数据分享 和国际合作 至关重要 能够帮助我们实现SDG 非常的重要 那可能你会问为什么 如果说大家都赞同我的观点的话 持发目标呢 它其实是 不是关乎 单一的国家 或者说是单一的一个群体的 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 整个人类的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了很多的挑战 它都是不分国界的 是全球性的挑战 所以逻辑上来讲 很自然的来看 我们都需要 呼吁国际合作 呼吁数据的分享 来应对这样的挑战 在监测数据的分享方面呢 这个非常的重要 能够帮助我们 去应对这样跨境的挑战 但我必须要想的一点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 数据的不平等 国与国之间 甚至是国家内部的 数据鸿沟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应对的挑战 我们在政策上 就要去考虑 如何来弥合这样的鸿沟 提高数据的质量 确保数据能够实现 跨国的流通 能够为国际合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我们联合国 尤其是我的部门 经社部 我们70年的时间 一直在不懈地推动 我们成员国的能力建设 设定数据分享和数据收集的 包括数据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些规则 我们最近我们部门呢 推出了一个平台 里面呢 把SDG相关的所有的这些 联合国的各个机构的这些数据都 聚合在了一起 所有的联合国的机构的数据都聚合在一起 在这个平台上 但我在这想强调的一点呢 就是跨去的分享 它也促进了 知识的合作与交流 比如说在减灾方面 我们就需要早期预警的系统 这就意味着 数据分享 它能够在这个早期预警方面 发现非常大的作用 Mutuku女士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完全同意 就是这个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我还要想强调一点 就是你比如说 在讲到这个生态体系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 你比如说像非洲 这样的大陆呢 提出了一些倡议 国与国之间进行数据的分享 打造合作伴关系 能够让我们去分享数据 监测数据 帮助那些国家 他们可能没有能力自己来做 你比如说 一些航空局啊 它可能已经在进行一些监测了 我们就可以帮助那些国家 那提到 政策监督方面的能力呢 以及管理这些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 在这方面 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们要去提高政府的这样的能力 帮他们去实现数据的跨国分享 实现执法目标 与此同时呢 也让大家 老百姓能够 更有能力去信任政府 数据数据 因为 他们会做出的决定 会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 在这方面呢 要有信任的话 这些政府的机构 就必须要透明 要有问责制 尤其是这种 大规模的 监测 系统的话 你知道 你要收集大量的数据 百姓的数据 那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信任 存在才行 我们还要认识到的一点呢 就是很多社会问题 实发目标 要解决的这些社会问题呢 都是涉及到不同的部门的 你知道不同的部门 他们可能收集了不同的数据 使用于不同的目标 那我们就要确保 不同的这些议程当中呢 不同的人群都要有代表性 你包括像能源啊 营养啊 健康啊 这些问题 它其实很多都是相辅相成 相互联系的 通过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呢 来解决这种跨部门的问题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把相关的数据呢 汇总在一起 来对问题集中的加以解决 非常好的分析 Grigal 您是怎么想的 微软来自微软 好 刚才啊 在上台之前 我们聊了一会儿 我们几个 因为我们认为呢 我们 我们的数据领域的对话呢 能够帮助我们改善 对于气候变化的应对 来改善全球人民的福祉 考虑到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数据能够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 数据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来推动朝向可持续发展的变革 来确保我们打造一个 清洁能源为主的经济 微软呢 在多年来 再次领域做了大量的投资 在我们思考数据 能够在这个上下轮当中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时候 通过政策和投资 来充分的发挥数据的力量 我们主要讲到了 气候变化 能源网络 水资源和环境 我给大家去两个例子 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 那些真正对于气候目标 严肃认真的人群 无论是国家社区还是企业 他们都在真正的取得进展 微软投资于全球 Renewable Watch当中 来确保可载车能源 比方说风能和太阳能的装机能量 能够不断的上升 并且能够有问责制建立在其中 但是最终我们现在有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那就是要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 来应对气候变化 带来的影响 人工智能 赋能的数据 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们参与的一个项目 能够帮助农民农户 来更好的种植他们的作物 对作物来安排灌溉 来应对气候变化 带来的影响 我们需要底层的基础设施的变化 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并且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全世界各国的人民 都要能够去适应这些新的 硕士和政策 所以我们的对话 也能够实事求是的 对这做出贡献 好 谢谢 接下来还是请 河野太郎先生发言 为了遏制气候变化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需要准确的值得信赖的 围绕着碳足迹的数据 来贯穿我们的价值链 那今天的我们的供应链 已经是超越了各个国家的国界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 我们能够对数据准确的进行衡量 能够准确的计算出相关的数据 而且这样的数据不会被篡改 所以各个国家要能够去分享这些数据 而且分享出来的数据的格式 必须要具有可操作性 这就是为什么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通 尤其重要 为了能够实现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打独斗的实现 所有这些目标 各个国家之间必须要进行数据的流通 并且流通的数据必须要是准确的 正确的 未被篡改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进步的增加 跨境数据流动的互操作性 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说 尤为重要 这也就是DFFT能够发挥的作用 好的 也听到了各位讨论嘉宾的分享 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是格外紧迫的 回顾上一场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 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个国际机构和各个国家 我们通过这场疫情 也进一步的认识到数据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跨境披露 卫生相关的数据 在疫情期间 在遏制疫情的过程当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减缓了对于各个社会的影响 在疫情之中和疫情之后 那考虑到2030可持续发展 疫程 我们要确保所有人都享有健康和健康相关的福祉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健康和卫生方面的风险 是越来越具有跨境的性质 所以大家能够想象到哪些可能的场景 让我们能够在卫生健康的领域 进行可信赖的和平等的数据分享 还是从Lianada女士开始 好 谢谢 那么讲到这儿呢 我也想提醒大家注意 我们此前讲到的这个监测系统 很多非洲国家都在卫生领域建立了共享的监测系统 使用了一个开源的工具 用DHSI DHSI 2 让各国家能够在这个体系当中分享方方面面的参数 DHSI 2呢 有人口统计学的数据 有健康卫生方面的数据 但是我们在进行分享数据的时候呢 主要是要分享各个参数上的分数或者是具体的数据 而且呢 对数据呢 进行了精细密度的拆解 那么这样呢 也进行了数据的托明 这样在进行跨境分享的时候呢 个人信息不会被分享 那这样的话呢 能够让不同的国家来打造一个分享卫生数据的监测网络 这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做法 能够让我们为下一场大流行 或者是流行性疾病的爆发呢 做好准备 能够至少在区域的层面呢 做好协调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我想讲的第二点呢 是当我们过去是大型的数据集 现在呢 新的一个发展方向 是要越来越多的用人工智能来赋能数据 出现了一些新的数据类型 比方说X光片的扫描数据 那么这样的数据呢 将来也有可能安全的加以分享 来帮助支持发现疾病 以及找到疾病的新的治疗方式 但是呢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也就是数据归类 数据的归属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数据过来了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这是谁来挑选的这个数据集 是谁来提供的 叫做数据归属问题 还有贡献这样的数据的人 或者是机构 一旦这样的数据得到利用之后呢 他们又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因为分享此类的数据 跨境分享此类数据 应该是一个正向的机会 我们应该思考 为数据的贡献者 提供一些激励和回报 那你要想提供激励和回报呢 就要有一个首先的数据归属 要搞清楚 谢谢 然后河野太郎先生 日本在这个领域 也有丰富的经验 来和大家分享 请河野太郎先生讲一讲 好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呢 为了能够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 为了开发疫苗 为了帮助人群接种疫苗 我们需要充分的利用数据 我们需要共享相关的数据 而且呢 我们要进一步的提高 算力对这些数据来进行分析 或者说呢 我们将来可能会出现下一场大流行 在到来之前 我们要做好准备 讲到卫生相关的数据呢 这些数据本身都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呢 我们对于卫生相关的数据啊 特别是个人化的数据 我们要更加的小心谨慎 有一种说法 叫做联邦学习人工智能技术 Federated Learning 也就是说呢 让AI的工具通过训练之后呢 能够进行诊断 能够开药 而在实现这样的功能的过程当中 他还不需要去收集个人数据 政府官员可能不一定了解这些新兴的技术 就像我刚才讲的联邦学习技术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决策部门的负责人啊 他们和工程师和专家和学术专家和企业代表 坐在一起来讨论现在有哪些新的技术 有哪些最新的技术能够帮到我们 这样呢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呢 政府的领导人 他们就知道现在有哪些最先进的技术 最新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推进卫生领域的项目 所以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让政府和非政府的利益相关方 能够坐在一起来讨论与之相关的每一个问题 那这对于卫生相关的数据和项目来说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非常感谢河野太郎先生 那么接下来呢请李副秘书长和我们讲一讲 在这些领域有哪些可能性 如果我们能够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 在可信赖的自由数据流通方面 那我们的未来就会更加的光明 这样呢我们就会既有正确的政策工具 也有政策的技术工具的结合 好 接下来请Courtney Gregoire 是 我觉得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呢 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创新的诞生 让世界各国呢都改变了自己此前的做法 能够以一种进入式的方式来分享数据 并且呢能够助力未来公共卫生系统的发展 而且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打造了可信赖的隐私保护的框架 那我们讲到核心卫生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数据具有很高的敏感性 而且呢对于用户来说 他们也会意味着要想分享这样的数据 会不会对自己不利 分享这样的数据会不会侵犯我的隐私 或者是影响我将来获得医疗和获得治疗的可能性 我们认识到公共卫生领域分享数据的机会 但是与此同时呢必须要把隐私保护放在分享的核心位置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进展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围绕着卫生数据的监管的清晰度的缺失 那么这种清晰度的缺失呢 妨碍了在有一些研究领域的全球的进步 所以在这里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各位嘉宾讲到了 我们要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做在一起 一方面呢能够让我们充分的了解技术的进展 不光是要保护好隐私 而且要增强对于隐私的保护性能够增强全球社会的卫生水平 医疗卫生的水平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多层级的健康框架 特别是考虑到卫生数据的敏感性 好把几位专家的视角我们来做一个归纳的话呢 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共识 我们必须要发挥协力通过正确的机制来识别找到 我们仍然缺失的环节 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充分的发挥和利用数据流通能够带来的力量 但是我们要打造什么样的机制呢 也就是可信赖的数据跨境流通需要什么样的机制 各个政府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又需要去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来促成这样的机制呢 从河野太郎先生开始谢谢您的提问 其实在我们过去呢每每讨论到数据和数据治理的时候呢 都是临时起义的这样的讨论 或者是基于具体的部门和行业的讨论 比方说呢贸易政策涵盖的数据 隐私领域的数据 以及环境数据 就是环境领域的数据 或者说卫生健康领域的数据 分部门来讨论的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 当我们在讨论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综合全面的视角 我们应该综合全面的来讨论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来推出正确的数据治理的政策 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去打造 连续不断的围绕着数据问题的讨论 这也就是2019年时候 安倍晋三首相提出了DFFT这样的概念 为了让DFFT具有实操性 我们也一直在谈论 要建立一个国际论坛 这个国际论坛有一个永久的秘书处 在G7当中 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 朝向这个方向的讨论 那么今年呢 已经召开了G7的数字化部长会议 G7已经达成了一致 就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框架 这国际性框架呢 是会有一个永久性的秘书处的 G7的领导人都已经批准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已经同意要建立起一个国际性的论坛 并且将来将之打造成为一个国际组织 或者把它放到一个国际组织的旗下 我们在谈数据政策 数据治理的政策 但是呢 欧盟有GDP 就要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美国也有相应的法规 所以呢 我们要很难让这些法规都去彼此的通融 去同 这就会是一个高度理论性的问题了 但是我们先把数据政策放到一边 我们首先要让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通 能够具有实操性 那么这样呢 我们要建立的这个国际框架呢 我们不妨称之为 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安排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安排的向下呢 我们会讨论具体的项目来实施DFFT 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通 所以呢 我们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国际性论坛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想把它放到 把它变成一个国际组织 或放到一个国际组织的旗下 会有一个秘书处 我们会有一个政府官员的专家组 也需要有一个非政府专家组 也就是说呢 邀请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代表 来建立非政府的代表的专家组 然后呢 我们可以启动实实在在的具体的项目 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国际数据库 围绕着世界各国的数据治理的政策 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国际数据库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数据库 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去找到 每一个国家在进行数据分享的 有什么样的要求 如果你要在一些国家开展数据相关业务的时候 当地有什么样的法律法规 这样的数据库会不断的更新 同时呢 我们要去建立一个监管沙箱 因为现在出现了很多新兴的技术 那么这些技术呢 包括有增强隐私保护的功能 我们要建立监管沙箱来测试这些技术 是否可行 如果在沙箱里面得到通过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能够让相关的政策 在所有的成员国当中去通用 也就是说呢 对于健康卫生环境等等 每一个领域呢 我们可以逐一的加以解决 所以我讲呢 我们的这个国际论坛呢 应该有一个永久性的秘书处 以及政府专家组和非政府专家组 这是我们现在提议在做的 谢谢河野太郎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李副秘书长 来给我们讲一讲 您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如何 谢谢 我也想借着河野部长的讲的意见 接下来讲 我们都认识到啊 在全球数据治理的结构方面 有一个巨大的差距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框架 或者全球性的机制 来增强全球数据治理 包括可信赖的数据流通 那在这呢 我也想 我在和一些南方国家的政府 或者方方国家政府的领导人 对话的时候呢 我也认识到 让他们非常感到担心的一点呢 有可能通过这样的变化 他们可能会要向自己国境以外的企业 来提供数据 这样呢 将来他们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企业 将访问不到 或者是很难访问到自己国家的数据 会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市场以及国际合作当中处于不利地位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要增强相关的国际机制 以及问责制 特别是对于南方国家的援助方面 通过给予发展中国家援助来弥合数字鸿沟 那么这也就是要求 不光要求对南方国家提供援助 另外一方面呢 也需要我们去打造一个监管框架 以及强有力的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能力 这也就需要几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和参与 围绕着强有力的数据分享的做法和治理结构 来达成协议 好 回到微软这儿 坤妮女士 我也同意前两位的发言 我们现在也都认识到今天 我们刚才讲到的差距 使我们无法快速的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一方面我们缺乏相应的机制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缺乏对相应的最新技术的理解 这样呢 我们就需要打造一个机制性的安排 建立合作我们的关系 我们来考虑一下 我们的监管和相互可造型方面 落地方面短板在哪里 比如说打造这样的国际的一个机构 这样专家的参与 我觉得 在消费者 在政府 这个 就是妨碍 实现我们目标就是一个 信息的准入 也就是说 如何来披露那些涉及到个人消费的信息 我们看到在多边和双边呢 大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打造这样的一个信赖的框架 那么 尤其在这个欧洲最近这方面 采取一些措施 那么主要是在这个民主 人权的基础上 确保这个政府获得的信息的透明度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的工作 是一个基石 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在多边 还有在美国和欧盟之间 因为这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地方 也是我们关注这个打造框架的重点 谢谢 那么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在这方面 听听您的意见 就是多边主义非常重要 那么从这个极致里 也可以去极致教训 就是搞一个数据的战略 那么提高数据流动的透明度 定义一下这些需要相关的一些数据流动的定义 然后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然后也架定一下公司啊 他们什么程度来参加这样一种合作的机制 然后这个接收端一些 做好一些安排 而且呢 应该确保这种 这个参加合作机制的能够这种互惠互利的 获取信息的安排 最后一点呢 我们要确保 在主权和本地化 这个问题如何保持平衡 还有考虑到文化的敏感性 因为要考虑 这个数据涉及到土著的居民 或者涉及到一些文化敏感的信息 所以呢 一旦制定这样的战略 那么要考虑这个落地的战略 刚才这个河野部长讲到 搞一个落地的沙河 或者沙香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还有这个监管和评估 也是非常要跟上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领域 谢谢 女士们先生们 那么这确实非常重要 这是各位嘉宾啊 他们代表这个决策者 研究机构 还有这个森部门 我觉得就一个重要的议题 发表了非常好的见解 那么我们2023IGF的会议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对我们时代数据采矿 对我们的经济 对我们全球的福祉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可以说 嘉宾达成了一个共识 也就是说 需要打造一个合作的氛围和机制 考虑到这个不同的国情 和不同的观点的基础上 然后呢进行在充分交流意见的基础上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高级的嘉宾论坛 马上就结束了 现在呢 我想再一次请嘉宾 最后来总结一下 就是展望未来的一些看法 就是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议题方面 那么这个霍亚太郎部长 您先开始 展望未来的一些分享 我们经济变成数据驱动的经济 那么这种人工智能需要很多的数据 所以呢 数据的精确和可靠性 信赖性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大家在SMS上读到很多错误信息 误导的信息 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所以呢 对我们角色者 也研究人员 我们这个都意识到分享数据的重要性 都在讨论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角色者 作为一个政客 我需要主动的接触大众 不光是我啊 所有的角色者都需要主动的接触大众 那么企业也要接触大众 我们需要跟他们沟通 我们需要让他们了解数据的重要性 或者是这个信赖 这个数据的信赖和精确度的 准确性的重要性 这是关键之处 我们需要不断地跟大众进行沟通 我们需要不断地让他们意识到 来自这个错误信息 虚假信息带来的挑战和威胁 它影响到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比如说民主自由和这个法治 带来挑战 所以这些 由于这些错误信息 需要信息呢 假新闻呢 正在攻击这样的价值观 媒体也受到了攻击 也就是说 大家对媒体的信任度在下降 那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 政府和机构的头上 所以呢 这个信息的问题 它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 它也就涉及到我们 普世价值的问题 所以呢 怎么样让公众 充分理解他们的重要性 怎么样 让他们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们有什么样的技术 来这个 解决这个错误的信息 带来的问题 打造一个受信赖的数据 这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也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不光对经济非常重要 对社会 也至关重要 我想这是我希望今天强调的 请这个李副秘书长先生说两句 谢谢 我们进入这个数字社会 我相信呢 这个进步推动 DFTT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根据我们的讨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 首先 需要这个解决 跨越速度鸿沟 在各国之间解决这个鸿沟 要确保 这个自由流动方面 数据鸿沟 不要雪上加霜 因为有些国家 他们在数据经济 有足够的资源 去竞争 我们要获得公众的信任 确保 所有的立项官方 所有的发展的国家 在各个层级 都能够参加决策环节 第二点 要确保隐私保护 和这个数据的安全 以及数据的应用的安全 要确保 那些人们的数据得到保护 尤其是当这些数据 流向其他国家的时候 第三点 要尊重数据的主权 也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 好好地 粉丝一下这个问题 古斯雷斯联合国秘书长 他建议 搞一个全球数字契约 来解决 这个全球数据治理的问题 那么我们将在 在2024年9月份 举行峰会上 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向所有的立项官 发出呼吁 来参与 这个过程 相互的讨论 相互的磋商 尤其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 来这样做 那么 如果能够 各国领导人 当 明年9月份 在纽约开会的时候 通过这个全球 数字契约的话 那么我们联合国 就会有一个 非常扎实的 继续推动 搞一个全球治理的 机制的基础 尤其涉及到数字 数据 以及相关领域方面 的工作 可以说有一个 很好的起点 好 规划女士 那么确实非常重要 部长 女士 部长现在说得非常好 我们需要了解 这个数据 尤其是 跨国界的数据 它是经济的机会 创新 帮助我们解决 世界中央挑战 都是非常重要 无论是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 还有这个应对 下一个大流行 但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他不会了解 这个东西 所以呢 今天我们在这讨论 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怎么样 是这个 进步 是这个 DFTT 常态化 我们一定要考虑 信赖 什么意思 那么 微软 做了很多的工作 来 也就是说 每天 通过 投资 这个 可能做了很多的工作 来打造信赖 但是 一天就没了 如果一个工作 没有做好 所以呢 我们需要连续的 不断的 持续的 进行创新 同时意识到 我们某些 空间 所涉及到 敏感的数据 可能很短时间就失去了 不光是通过 来促进 创新 同时 它是涉及到 所有人的经济 机会的问题 涉及到 未来发展的问题 所以呢 刚才 嘉宾 讲到一个问题 那么 我们就需要关注 什么呢 是我们的下一代 是我们的子孙后代 他们 在 每一个生活的方面 使用技术 所以呢 我们的决定 确实会影响到 我们的子孙后代 所以呢 我们要打造新的视角 新的思路 怎么样 通过创新 来打造一个 全球的这样一种 信赖体制 这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 好的 Tumis Liu 女士 感谢 我想 强调的是 不说我们 就是提出这个要求 我们呢 要去争取 这样的一种信赖 尤其是涉及到 机构的时候 涉及到那些 人们的数据的时候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才能够 这个 获得这个工作的合法性 怎么样来获得合法性呢 就是 要 打造一个闭环 管理 也就是说 这个过程应该是透明的 问责的 就知道 用这个数据干什么 然后呢 跟这个数据主题 积极的参与 主人机的参与 而且呢 能力建设 确保 他们有能力 有落地的能力 来确保实现 他们的目标 所以呢 一旦做完这个工作以后呢 就能够打造这样的一个信任 自由流通的信任 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SDG的目标 谢谢 女士们先生们 那么我们快要结束 我们的讨论 我们目睹了 大家的这种智慧的分享 非常的 各位嘉宾讲得非常的好 想要一见的是 那么 这个数据治理听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呢 非常理想化 但是呢 非常复杂 实际上 因为需要在数据自由流通 和这个建立性之间保持非常微妙的平衡 那么各位嘉宾 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他们分享了这个隐私保护安全 创新保持平衡的重要性 他们也分享了有关这个数据本地化 还有这个有关数据治理原则 一致达成一致的重要性 也强调了这个透明度和问责制 在这个实现信赖中的重要角色 现在呢 我觉得我们确实达成了一些共识 就是呢 要使用一种 这个所有的立项官方 都能够参与 根据这个不同的国情和视角来进行合作 那么我们的合作和协作是我们中心 我们需要不断的对话 来分享这个创新的这个实践和最佳实践 当基于我们最重要的普世价值 来做这些工作 感谢这位嘉宾 感谢你们播出这个重要的时间 来参加分享你们的非常重要的这些视角 来参加我们京都的会议 感谢你们在自己的领域 所做的设计到有关这个相互理解包容和这个数据治理方面所做重要的工作们 我想 我要感谢观众 你们都是非常棒 那么现在呢 请嘉宾呢 这个在左边下台 然后呢我们拍一个全家福合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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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